各位好,在耽误大家几分钟时间 是这样,有朋友说你聊聊顾除军这事 顾除军先生他这回突然赢了这官司 可能很多人模模糊糊的想起了 还有这么一口的人 这个人他当年所掀起的风浪是相当的大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的遭遇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民营企业家的遭遇 我们先不说他这40多万赔偿的事 就是他这官司打了,打了这么多年了 他赢了多少呢 就是他赢了一半 原本是判他10年 然后现在改判他5年 他实际上坐了4年多的牢 但是改判他5年 其他的那个时间他有一个折算 然后给他一个40多万的所谓的赔偿 然后其中还有14万多的是那个精神补偿 这么多年的精神,中国人精神不值钱嘛 对吧 您的精神真的完全不值钱 那这么多年的这个冤案呢 他呢也只不过是给你这么多点 这么多点钱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中国人到底是在精神方面是有多不值钱 当然人命也没那么值钱嘛 对吧 我们这个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呢 呃 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农村是多少多少钱 那城里人是多少钱 其中的是有一个加差的 就是说这个死亡赔偿 呃 这个我们到时候再单说吧 呃 顾除君老兄这事儿啊 其实挺挺逗的 就是为什么我说呢 他可以跟着柳传志 就是司马南摇柳传志这件事 您可以搁在一起看 只不过呢 一个呢 是成功了的柳传志 一个呢 是失败了的顾除君 呃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您回忆 呃 就是如果 如果您不知道这个人呢 我呢 或者说您对他不熟呢 我给大家呀 稍微聊两句 这个他的生平 他呀 是在当年啊 第一批下海的人当中的一个 他是我学这个治冷的 这个东西我还比较熟悉一点 呃 原来这个 我的治冷这个 我主要还修过一点这个东西 也学过一点这个东西 那治冷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他提出了一个故事循环理论 以此呢 为契机 就是 但是那个理论呢 说实话 他是在那个有一定的这种争议的 他以此为契机呢 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的过程 他比较早 大概在1988年吧 他就开始创立了自己的空调的品牌 我记得是啊 我记得是 然后这个创立空调品牌之后呢 还是下海 就开始挣钱了 那个时间段啊 家里啊 很难有人有空调 这个您要理解 因为在那个时间 说家里有空调 那都是 那都算豪门了 就是说生活算不错的了 我们家有空调呢 大概都得是19 也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比这个晚个一两年 也就家里有空调了 但是呢 那个时间段 家里有空调的人还是很少的 他就因此是赚钱 赚钱之后呢 就是就有人去举报他 说你这个啊 你这个不合格 不合格以后呢 那就给他查 就是说一查不合格就给封存 然后要给他罚他六百万人民币 结果你想啊 那个时间到六百 八十年代末期 六百万人民币 我听都没听说过那么大钱 真的 那会我才十几 所以我听都听不到那么大钱 然后呢 那他结果那空调呢 他还是给敲敲地给卖了 卖了一部分 这事呢 一直就是折腾的很大 然后他到国外就找融资去了 找完融资以后 他就学会了这个 VIE架构这件事 你想啊 他是真原来不懂 因为中国人很少说 那个时代 就知道所谓VIE架构 就是说那座离岸公司啊 然后做协议控制啊 这一套操作 所以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玩这一套东西的 就是他对资本市场就很敏感 然后拿着钱回来 创立了那个格林 什么一个四个字的公司 格林什么玩意儿那个公司 然后呢 这个公司呢 就开始收购 其中收购了一家非常有名的 先科隆电器 科隆电器呢 那个时代呢 是镇办企业 就是他是那个 他是佛山某镇的企业 他办了 那个时候叫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都纷纷的 市场经济 我就要去干干事啊 广东那边 您想民风又开放 他多少离着香港近的 他呀 他就各个地方都办企业 可是呢 一般人办企业办不了多大 他资金量什么的都不够 干嘛呢 就是很多镇上啊 城市啊 乡村呢 他们办这种集体所有制的企业 或者是说呢 有一部分国有 国有资本的这个企业 这个企业呢 那您可以想见一下 乡 乡镇企业嘛 大会儿我们都一说 都是乡镇企业 有一个词 还是乡镇企业家 就形容那种土豹子 土老板嘛 就是那个时代的时候 时候的产物 好多人呢 是从那个时代起家的 有些人做大了 有些人的死了 有些人的进监狱了 为什么呢 就是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这些企业办出来之后啊 他好多时候 他做的不打地 他虽然是最初的启动资本的 有可能是集体所有的 但是呢 这帮人 他不会经营企业 这有我说的那个事了 中国呀 在在49年建政之后 中共在49年建政之后 然后通过公司合营啊 然后集体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啊 把整整一代企业家全摁死了 就是说 在中国的企业家 他其实是一个断代的 那个时候 你再想想那帮当官的 他就 他哪怕是心里说 真的想把企业做好 他也并不是说 他能够做好的东西 所以呢 那个时候 就有一些企业家干什么了呢 就是我收购你这些公司 这个收购啊 有的时候就很难讲 他其中当时有没有一些 呃 猫腻在里面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 那个时候 对国资或者是这种 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权控制 还是相当严的 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把这些东西收购过来 然后自己经营 给它做大 实际上而言 在那个法治并没有完善的时代 他基本上来说 就是能够把蛋糕做大 把蛋糕做大之后呢 哪怕是国资的 他分 他变 国资都变少了 但是呢 他依然呢 能够分到更多的钱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 其实良心讲 那个是一个双影的事 包括联想他们 也大部分都是这么回事 就是说所谓的 那个时代啊 说侵吞国有资产 你他妈那国有资产 就那撒瓜俩枣 对吧 他侵吞完了 他侵吞拿走一部分 给种成树 然后呢 再给你回过你的这个 给你弄一大 弄一大框枣 大概是这么个路数 很多企业是这么玩的 结果到那个 这帮像司马南之流 这帮人嘴里 就是侵吞国有资产 你他们那国有资产 搁在那儿 就是一堆废铁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呢 顾初军这边呢 他最大的问题是在哪呢 他的资金 就是他用这种 VI架构的时候 他就在香港创业板 上市了 而且呢 利润很高 因为他那个时代 利润确实高 这种家电的这种 科隆电器 那伙非常有名啊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 但是那伙时间 非常有名的 非常有名的一家国有的 这个 中国的一家公司 在生产这些电器啊 冰箱啊 他就收购 进行收购 而且在这收购过程当中啊 他肯定的来说 通过一些金融手段 来进行收购 为什么呢 是因为没有那么多钱 银行呢 也不会说给他贷那么多钱 让他去干这些活 他干嘛呢 他可能用这种 就是老子金融操作手法 就是用我这个主要的公司 进行资金的转移 以及贷 以及那个担保 担保以后呢 获取资金 然后扩充自己的商业领土 这种模式呢 在那个时代 依然是某种情况下的不合法的 那在零几年的时候 我记得应该是零五年吧 零四年的时候 零四年的时候 狼先平 狼先平那傻逼 你就是干嘛的 就是那个 给了给自己 小三买了套房 然后最后把房子拿回来 把小三送监狱去 就那经济学家 就是他 就做出一个 就在那个 应该是在复旦吧 弄了一件演讲 题为呢 就是说国退民进 就是弄这么个事 然后呢 就说起顾书军这事了 打他做例子 然后零四年的事 零五年呢 顾书军就被这件调查了 大概在零八年的时候呢 就给判了 他的那些股权呢 什么的这些东西啊 就几乎是当作 应该怎么说呢 就像是那个接收 就是国民党当年 这个接收这个逆产似的 接收汉奸逆产似的 他一旦说是 这抗战不赢了吗 我接收你吧 接收大员似的 就都给接收了 接收呢 给他把 几乎他的股权 还有他的这些东西 都被贱卖掉了 就是顾书军就没什么 就是他的那些东西就没有了 然后呢 把这些东西卖了以后 判了他十年 什么虚报注册资本罪啊 挪用资金罪啊 不 什么不披露 不按规定披露信息罪啊 诸如此类这些东西 到一九年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 一直这官司就开始打 这个就一直 顾书军大概坐了四年多劳吧 一二年左右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还好像我记得那会有微博了 还发了一长微博 他老人家就说这个 说这个自己冤枉这事 就又闹得满城风雨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在这个 所谓的这个 侵吞国有资产这件事情上 特别敏感 好多左派的这些人 或者是说这个顽固派这些人 他对改革开放的这些原本的 原本国有资产 非常糟糕的这些东西 他深有感情 他觉得我操我 他妈的就 这个东西都是国有的 你们拿走了 低价买了算怎么回事啊 实际上就是我还是得说的道理 就那 他本来就这撒瓜俩枣 对吧 人家拿走了 拿走了一部分 给你种成一片瓜田 几棵大树 然后反过来的 你怎么也比你手里点东西 要肚子多 这应该是一个后续的 当然现在也是在做 很多东西就是后续进行了承认 为什么司马南这傻逼 就是特别坏的 就是他又借着这个事 打算把这个事给翻过来 就是弄联想 弄联想这事 联想其实原本也大致 大致不差的是这个路子 当然它细节上有很多差别 这个有很多差别 您要愿意去搜 您可以搜司马南 您好多人就是跟我这扯 正面回应司马南的这些 什么疑问 你自己去网上去搜去 那他妈应该 你自己不把自己的这个 这个信息给扩宽了 你只找我这 我他妈我是你爹 我教育你 是不是 那大概是这样 就是原本这些东西 本来应该后续承认的 但是中国这边的一直 就是留了这个口子 他在很多的司法实践上 留了这个口子 把这个国有资产 就是当作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 他一直可以吊在很多的 原本起家 这么起家的民营资本的 这个老板的脑袋上 就是如果要弄你 用这种方式 他就完全可以把你整个给他 给你吞掉 把你所有的这些钱的辛苦 都给你吞掉 这个是一直是这么做的 然后呢 这个他19年就开始又上诉 结果呢 这后改判了 改判了就改判成五年了 那中国司法有一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基本上来讲 更多的情况 他是有错抓没错放 因为当时在008年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代呀 顾除军呢 已经自己建立 手下有四家这个黑股上市公司 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资本的 就是大鳄了吧 算是 当时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 别把这东西弄得很黑 哎呦 哎呦 你求见了 求见了 这是 这是我 这给你整毛粮 给你整毛粮的 不道不道 他就当时啊 就没把这个 当回事 就是他想把这个东西救回来 他怎么救回来呀 就是这个 跟上面也在说了 因为他这种企业家 跟上面也就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呢广东省的这边也说 说你看 这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营企业 如果通过这件事情 把它打倒了 我们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不光是那个国家的损失 个人的损失 就是整体对社会经济没什么好处 然后呢 是周永康 周永康发 就是发话 不让放 要抓这个典型 就把顾除军给打下去了 我们现在看出来也是 12年的时候 顾除军提前出狱 然后这些年 周永康倒了之后 这些年 然后他这个案子 有可能就翻回来 可是翻回来翻一半 就是呢 还是说呢 有一部分罪名是成立的 对吧 这个你要认 然后给你这个 大概是用于羞辱性的 给了他40多万这个补偿 他提出的要求是400亿 因为他的那个股权 就是被几乎被那个 几乎被拿走了 就是几乎是非常低的价格 或者是非常 就不付什么代价 就被拿走了 因为他觉得那是原本应该是国有的资产 就给他拿走了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顾除军这件事情呢 其实谁更有道理 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吧 就是到今天为止 我一直这么觉得中国有那一代企业家里 就是完全的不违犯当时的法律法规的 基本上在我看来是没有的 是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法律法规本身是不 是滞后的 这种所谓的这种经济的管制 以及在他那些资产 资产性的这种国有资产性的管制当中 那这些人他是没有办法通过任何的合法的手段 然后去获取他这些公司 他只能够用某些应该说不算是符合当时法律法规的这种手法 他就用这种手法去把这些东西拿到 然后发展起来 在其中他们获取了巨量的商业利益 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事情 但是还是这个话 他也给这些中国经济注入了一个非常强的火力 非常强的火力 我们都知道 只要是开放给民营的领域 基本都呈现出极强的火力 只要是没有开放给民营的领域 那你基本上来讲就他妈全是一滩四水 玩得很渣 就甚至于包括像中石油中石化这种国有 央企 他这个领域他不开放的话 你看看他我们的油价是怎么样的 我们心里都是有数的 对不对 所以在那个时间段 你去判断他的是非善恶 你要拉远一点 你不能站在那个时间点上去看 你要拉远一点 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并且根据后来的这些完善以后的制度来进行考量 那你因为你就是说 我们这块的法律这种制服性其实特别强 为什么说小港村所谓的那个携手印 他能够说改变了中国 在那个时代 他们是做了被杀头的准备的 承包到户 这个包产承 连产承包包产到户 这些东西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做了被杀头的准备的 所以没有他们这些人的这种 你不管是 是 自己的这种商业 自己个人奋斗的这种欲望 还是对这个整体的制度的一种反抗 那他们真正意义上是推动了整个的改革开放的前行 就是他们几乎是用自己累累尸骨啊 累出了这条路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就像我们今天 如果你不觉得说 就当然你说现在穿掉袋裙都有可能人说 可是在八十年代 别说掉袋裙了 你连个牛仔裤穿着 就是那个阔口 那个牛仔裤太阳镜都已经是就是流氓形象 您知道吗 就是流氓形象 就是这些人付出了这么多的牛仔裤 被街道大妈给搅开了牛仔裤 以及被摘下来砸掉太阳镜 那这个社会才今天拥有了很多的 像我们这些 就是年轻的这些人 认为理所应当的东西 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 你哪怕开一个小饭馆 你哪怕去做一些小的事情 你都是提心吊胆的事 所以你说它的是非和善恶 或者是说所谓的这个叫国有资产流失 如果这么理解 如果按当时那么理解 那我们就不谈这个问题了 对吧 如果我们从大事上谈 不除军 它本身 它是这个时代 现在那 献给这个时代 那个时代 献上的祭品 它就是那个 雷雷白骨中的台劲 它是其中一块而已 好 谢谢各位